哈喽大家好我是欣良的猪桥 今天我们再来复刻昨日的美食第二季 第八季的海南鸡饭 海南鸡饭 还有一个配菜 蚝油炒油菜 今天这两道菜超级无敌简单 长手的都会做 海南鸡饭的材料这些 一杯米对应1.2杯水 煮之前先至少泡它30分钟 能让米粒更饱满 正好这空档我们去切菜 一大块生姜切成末 小把香菜把筋切成末 叶子留下来带着装饰油 这是带皮去骨鸡腿肉 撒一小勺糖 我用了代糖 撒一小勺盐 我用了蒜盐 给它做个大宝剑 重点是把调料揉均匀 别偷懒啊 你也不想它一口甜一口咸的吧 因为食材在电饭锅里会出水 所以这里可以咬一大勺水出去 反正就是比正常水量少一些就行 在锅里加刚切好的一半的姜 一小勺料酒 半小勺鸡精 一小勺蒜末 大葱绿色的部分 淋一圈香油 原片说有条件的话再加一片香叶 反正大呼人家 有条件 然后把刚刚的鸡腿肉 鸡皮那面朝上 也就是调料那面朝下 铺在米饭上 放进电饭锅 正常模式开煮就行 等待的时候来制作调汁 这是剩下的那半姜末 切好的香菜精 一大勺酱油 一大勺玉露 一大勺醋 我用了白醋 一小勺糖 一小勺柠檬汁 没有就算了 搅拌均匀后尝一下味道 感觉缺啥再加点啥就行了 我好香 缺一个赞啊 点个赞吧 还有时间正好把菜给炒了 油菜这种小块 我这油菜太小了 就只切了一刀 把精和叶分开就行 上锅开火加油 这是我新买的锅 我告别那个歪锅了 我大爷不是歪锅人了 在锅里加去籽 干辣椒 蒜末 煸炒出香味 接下油菜精 翻腾翻腾 盖盖焖一会儿等菜变软 是的 我终于有锅盖了 锅盖真的好用啊 对不起 我们十七时代之前 不配锅盖来着 这时候再加入菜叶子 一大勺蚝油 一大勺鱼露 半小时糖我用了带糖 吃点胡椒不加也行 巴拉巴拉 把调料拌均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正好估计你炒完菜也好 米饭也应该差不多了 哦果然看起来 很好吃的鸭子呢 要不是因为拍手 肯定直接吃了 但是为了摆盘 还是得把它捞出来切一下 切的时候 鸡肉又流出来了 超多汁水 啊不是 啊等等 啊你当中镜头了一位 终于起来了 但是脚位也没对上呀 啊 哎好在这个鸡腿 这是太多汁了 上次有人问 切的时候鸡汁都流出来了 是不是吃的时候就没有汁了 其实我会把案板上的鸡汁 倒掉料汁里 这样不就不浪费了吗 这也算是一种原汁化原食吧 就是难道你会把案板上 流出来的鸡汁倒掉吗 啊难道只有我舍不得到吗 啊啊啊 总之摆完盘以后 我们这道海南鸡饭套餐就做好了 用电方锅焖鸡腿肉 真的是超级无敌省心 既不用担心肉不收 又不用担心它会老 嗯 味道呢还是酸甜口 本不爱吃香菜行人 觉得OK可以接受 牛菜我做蒜蓉清炒比较多 之前没这么做过 发现味道还不错 哦好吃 好吃到嘴里的还没咽下去 就想再补一筷子 嘿嘿 嗯 然后这个米饭其实没有什么调味 但淋上鸡肉的调汁以后 下半部分其实就泡在汁里 哦我跟你们说 这个汁实在是太下饭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用筷子 实在是太能往上加了 我为什么没有用勺啊 我剪片子的时候才发现 他们都是用勺吃的 果然真的应该用勺 那么感谢您的关注 订阅转评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又是天气大洞的一天 这么会说话的对象 谁不迷惑啊 哇 白色的盛装很漂亮 似乎是店家的